受到疫情的影響 民眾沒辦法出國 也因此松山機場在今天是舉辦了未出國活動 想不到吸引了很多民眾 搶著報名來參加 我們連線記者葉偉辰 邊境還沒有解封 是不是跟我一樣 不能出國 悶壞了 現在松山機場就推出了未出國的體驗 讓你再一次回味一下出境的FU 我可以跟他說 我們要去坐飛機囉 他就馬上彈起來 我想要看外面的東西 他想要看外面的風景 試試看好了 就覺得抽到就好 好興奮 松山機場未出國活動分三梯次舉行 共有90個名額 吸引萬人搶著鞦韆 今天是第一梯四輝帶著大家 走完一次完整的出國流程 從Check-in安檢到過海關全都要做 連免稅店都可以逛 只不過要走完完稅流程 十幾天後才會寄到家 這梯的參與者也很幸運 在景灣餐廳看到台灣武航飛機 首次降落松山機場 準備協助滑信飛離島航線 整個體驗過程 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可以真的登上客機 再享受一下在飛機裡面的感受 而這一架飛機A330-300 主要是在區域航線服務 在大家體驗完之後 就會到日本來進行載客的服務 好久沒有登上飛機 民眾都超級興奮 拿出手機自拍留念 畢竟不知道下一次進入機艙是什麼時候 以上是為你掌握到的狀況 在一條大道的連天 在一條大道的連天